感恩师父 师父我属兔1987年 1987年属兔的 看到了 是个白兔 你以后衣服穿得白一点 明白吗 你想看什么 我要看我的身体 肠胃很不好 肠胃 第二 妇科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别看你头发染得黄大 掉得很厉害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身上有个灵性 一直在跑来跑去 所以你经常会这里痛 那里痛的 痛点不一样 一会儿这里头脖子不舒服了 一会儿腰不舒服了 对不对了 想想一点啊 好了 然后我在家里晚上会很乱 我也是很stress stress很多年了 说什么了 讲话听也听不懂 我 在家里很烦 在家里很烦 到了晚上会很乱 然后听到声音就很 很 很难过 很烦恼 对 然后 结婚了吗 还没 谈过两个 你不要 你不要找太好看的 好不好 好看的小男孩 人家要你啊 听不懂啊 找个老实点 那么好了 哎呦 神上有一个小灵性啊 经常搞你啊 就是我刚才说叫你这里通 那里通的 你的婚姻都是 有缘无分 好像人家跟你很好 有缘了 最后呢 谈谈谈谈 就没有份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所以你要多念经的 多念大吉祥天女神咒 感情又会好起来的 大吉祥天女神咒知道吗 傻得来这个样子 还谈恋爱呢 脑子都搞不清楚的 话都不会讲 你冲他唱算了 以后谈恋爱的时候 哎呦妈妈 你可不要拐我生气 台长我想问 为什么我在家里 会很乱很不舒服这样 我看看你家的气场风水啊 啊 哎呀 你家里啊 进门 再往前走 大概五步路 这个地方 有一个像一个鲨鱼一样的 像螃蟹一样 很大的一条 一格一格的一个动物在 你们的顶上 所以你们晚上 这个路上 顶上会听到声音的 靠近你们厨房间 在哪里啊 进门走五步路 上面 靠近厨房啊 对 靠近厨房 左面 他是听人家说话 他就就欢了 什么 听人家说话 他就有欢了 他心就乱了 就一直叫我亲妈他 亲妈他 就是有这个灵性在你们家里啊 所以他回到家里心就乱了 听到声音过不了 晚上 有不了 厨房冰箱响 厨房冰箱 我要念几张小房子 还有念什么功课 你要看看吧 我教你一个方法好吗 一开一关一开一关 等到第三次的时候 你眼睛就看得见 那里有人没人了 这有什么稀奇了 现在以后的照相机的像素特别高 我告诉你 鬼都拍得出来 菩萨也拍得出来的 这个不稀奇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傅 我想问一下 我身上的灵性是谁啊 你妈妈有钓过一个孩子 过去 这是你爸爸吧 你爸爸应该知道 妈妈钓过孩子 有 鼓掌 台长我要念几张小房子 你帮你妈妈念 65张 65张 好吗 好 还有什么问题了 可以帮我念吗 帮爸爸念啊 爸爸可以帮我念吗 哎呦 你爸爸还在还没还完呢 应该你帮你爸爸念 还要叫爸爸帮你念 这个某头啊 某脑啊 台长我想问一下 你爸爸什么都很好 听得懂吗 人很好 脾气不好 天天气你妈 听得懂吗 你爸爸女朋友多 比你家的菜还多 逃都逃都逃不过的啊 台长我想问一下我的感情跟我现在的男友 好啦不要再看啦 你现在男朋友属什么啦 属鸡的 你呢 属兔 目前还可以 再谈两年吧 两年之后就会有麻烦了 好啦 好好念经 念姐姐奏 她就说不定就一直喜欢你了 从目前的图层来看 啊 从目前的图层来看 是你把男朋友甩了 不是男朋友甩你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啦 谢谢师父 好啦